大家好 我是小琪 给大家看一下白子莲 这是我去年栽种的白子莲 现在已经开花了 它的花头非常的大 如果说苗子足够大 带到地上的话 花头开的还要大 它的花开出来的是蓝色的 而且带着多少这样渐变的白 非常的漂亮 它开花非常的长 它的花从张开到开放的话 能够持续开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它一部分花开 一部分花 花苞逐渐的长大 再次开放 开完花以后 如果说您去给它收一下粉子花 它还能够接种子 它的种子挂在上面 能够花一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开花结果期 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你看我这一棵 它的另一棵上 又出来一只花剑 花期相当长 而且开花量大 如果苗子足够大的话 里边栽的足够多的话 一次就能够开爆 一个一个的大花球 在一个花盆里 开出来非常的漂亮 它的花杆是非常硬的 就摸着就跟竹竿一样 所以说含水量非常的大 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一定要记住 合理的给它见光 特别是夏季 不要曝晒 很容易晒上它的叶片 因为在盆里 经常性的缺水 很容易造成问题 我们给它遮阴的话 遮阴50%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不晒上叶片 平常浇水的话 涂表扣一下 干下去一两公升 直接给它浇透去 非料的话 分从表面给它 搭点多元素的环式非料 浇灌的话 直接浇灌花多多二好 在整个夏季 花就能够开得非常的好 而且有可能花开多次 非常好呀 如果你喜欢看花球 喜欢看蓝颜色的花的话 可以选择购买一份大 如果觉得小夕做的还可以呢 别忘了给小夕点个赞 点关注带走 小夕点 小夕点